新北市淡水区戶委一文休闲园区展出旧情淡水 淡水有故事系列展览 而在故事馆空间分为三大展区 有摄影家陈许中23件摄影作品 艺术家陈爱妮36幅的油画作品 以及暗房冲洗底片步骤展示区 引领民众透过黑白影像彩色油画创作 仿佛时光倒转感受不同视角昔日的淡水故事 而日前也举办开幕茶会 由护尾之心比赛学生带来精彩的淡水歌曲表演 我们里面会有两个系列 一个是淡水有故事系列一 是由我们陈许中淡水职人阿忠哥 来帮我们展出黑白照片的秘密 那第二个呢是陈爱妮陈老师 也是个知名作家 他帮我们来展出关于淡水的彩色的油画 那当然在系列二呢 我们会邀请淡水非常著名的文史工作者 舒文奎老师来帮我们来说 说故事淡水的前世今生 所以我们会有非常精彩的淡水故事 来向我们这一次淡水今年这个社官160周年 跟这个马街150周年的活动我们来致敬 原曲表是土生土长的淡水人陈许中 人称他淡水阿忠哥 从高中开始摄影 退伍后买了一台单眼相机 开始他拍照生涯 手持着传统底片单眼相机 一拍就是40年 他希望透过这样子的定点式拍照方式 不只是在表面更能够进入到淡水人生活层面去记录任何故事 那我这次展出的照片基本上都是20多年前 写出来的照片 大概也都是算20 30年前的老照片 那因为说时间不长不短 那基本上大家应该还记忆犹新 透过这样的照片希望大家能够 还能够再看到淡水过去这二三十年来的这个变化 因为我有一个阳光空气 水包围的一个自然的环境 我每天都看到一天里面两次的潮汐 然后我是在这样的环境也把今天这个做的都做出来 所以个人呢 个人的这个冲锋心路医生就包包到这边 陈许东表示这一次还特别规划了暗房冲洗底片步骤展示区 让民众在这数位的时代深刻感受到黑白摄影的传统世界 而另外还有女作家陈爱妮创作能量丰沛 主题非常多元 绘制淡水白景 从淡水车站在地的面包店 海产店银行 甚至是新建案的大厅 无所不化 用画笔会画出古习今日的淡水 风华景色与生活转变 记者许端一淡水采访报导 要犯熟 要犯熟